Hello 大家好,又是我飛俠 今天來個快樂,就跟大家說一說 這個 Nike 的官網,有兩種新色 一種就是志武哥的白色金色 白色金色Take 跟之前兩種橙色和黑色不同 就是它,代替 Translucing Rubber 的底 和混合Solid Rubber 的底 今次這隻白色的款式就是全Solid Rubber 如果大家一路怕 Translucing Rubber 兩種不同形態的底 會影響到 Traction 這隻白色就可能是會上市的對象 當然,這雙鞋子就像白鞋一樣 這雙鞋子真的可以噴到金色便可以上學了 其實這雙鞋子的評測是之前有做的 大家有興趣,再看看 但如果你說到純Solid Rubber 是怎樣呢 真的要試過才知道 其實這雙鞋子我本身就很期待,又不是已經很大 所以如果大家對志武哥有興趣 想試Solid Rubber 喜歡白色,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一款就比較有趣的 就是這個EYBL EYBL KD12 之前那隻90kits 一出就賣光了 我都不知道在哪裏可以賣的 不知道有沒有入到 其實現在就出了另一款顏色 這隻好像有兩支Kawaway 一隻是12號出大,但有香港沒有 所以就剩下這隻了 其實這隻我想大家如果覺得用色大膽一點 Fancy 一點 如果大家是喜歡搶眼球的 色彩鮮艷一點的 這隻都可能是大家的選擇 當然KD12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一直都沒有Solid Rubber 現在Baiyuu也沒有 IKE ID 香港也沒有 所以真的都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它自己才會出Solid Rubber 其實最慘的問題就是 我一直看它的Line-up 是完全沒有Solid Rubber的 不知道做什麼 就是你要看一下 因為我一直跟你交付一下KD12的Kawaway 可能之後會有一隻Black Semen的出 都是Translucent Rubber 那它一直這樣下去 就 Until你做到自己的一隊 Baiyuu 那你就沒有辦法試到 究竟它不是 快速消耗的底下 我自己一直都是 就是 懶得去做 那如果大家有人做了 法國回來Solid Rubber 是怎樣的 可以拿去告訴我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講到那麼多 希望這兩個 這個News 可以幫到大家 買到自己心水的鞋 那有什麼籃球上 不能排的 的東西想討論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Subscribe和Share我的Channel 這樣就收回相關資訊 拜拜